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古武,今天我们进行潜谈黑格尔系列第二集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黑格尔断言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 但是他讲这话时,他的现实的这一词并不指实贞主义者所要指的意思 大家看第二句,实贞主义是什么意思? 实贞主义是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的传统的西方哲学的派别 行而上学是什么意思?追求本源嘛 去追求现象或者是物质的本源,事物的本源 那么就说实贞主义他是强调感觉经验的 这个地方黑格尔说他的现实的这一词并不指实贞主义所要指的意思 他承认甚至强调,凡实贞主义者所以为的事实都是不合理的 就他认为经验所带给大家的东西 可能有些东西是不合理的 只有把事实作为全体的样像来看 从而改变了他的外表性格,才看出他是合理的 样像什么意思?你可以当现象讲 也就是要看到整体 看到整体 要考虑他的整体是什么一个意思 改变了他的外表性格,才能看出他是合理的 这个字面上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我们接着看,然后你整体的看一下黑格尔的思想 然后你才能了解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 这里就来了 分立性是不实在的 依他的见解 世界并不是一些各自完全自立的坚固的单元 不管是原子或灵魂的集成体 也就是说单独有一个原子存在这个地方 在黑格尔看来是不合理的 分立性不存在 也就是说他有联系 他有联系 那你说我们研究原子的时候 我们确实是相当于用一种方式把它切割切下来了 他也有联系 他也有联系 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单独地说一个东西 因为是这样的 我在支付上面我收到一个邀请 让我回答一个问题 他说顾尔师 有没有一个东西 然后就是完完全全独立于其他事物而存在的 然后它的性质是怎么样的 这个原话基本上是这样的 然后我说 你如果找了出这样一个事物 然后刷我书 世界外污都是相互联系的 对不对 黑格尔在那边 他的观点就是这样的 在这地方阐述就这个意思 有些事物外观上的自立性 在他看来都是幻觉 他主张 除全体而外 任何东西都不是根本完全实在的 但是他不想 不把全体想象成单纯的实体 而想象成一个我们应该称之为有机体的那类 符合体系 在这点上 他与巴门尼德与斯宾诺莎是不同的 有机体是含有碳的物质 它比较复杂 它比较复杂 相对于无机体而言 巴门尼德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呢 巴门尼德说 真实是变动不拘的 一切变化都是幻象 斯宾诺莎认为是什么 你 我 这个地球 这个宇宙 上帝 都是实体 都是一 这是他们两个的观点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 他认为要复杂一些 他认为要复杂一些 他也认为就是全体 除了全体而外 任何东西都是根本 不是完全存在实在的 但是他想的要复杂一些 那怎么个复杂法呢 我们接着看 随着这种看法 当然就不相信时间和空间本身的实在性 因为时间和空间 如果认为是完全实在的 必然有分离性和多重性 对不对 这个是很简单一个推论 在物理上面有这样一种说法 说 时间和空间是不能脱离物质单独存在的 你是否同意呢 好 我们接着看 辩证法 这是黑格尔的又一大贡献 在古代所谓的辩证法 就是在辩论中揭露对方意义论中的矛盾 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方法 说得通俗一点 就是抓住别人的小辩子 或者抓住别人的漏洞 然后呢 然后呢 去寻求一种真理 寻求真理 黑格尔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哲学中 提出了辩证发展的理论 他的发展和变化的学说 对于辩证法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整个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过程 注意这理由 是一个过程 就是说 是在不断地运动着 变化着 发展着 和改造着的 同时过程内部的矛盾是 事物自身运动和发展的源泉 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发展 他对辩证法的一个发展 一个过程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都是可以变化的 举个比较通俗的例子 你去追求一个女孩子 然后她说她不喜欢你 然后你就灰心失落了 然后你就不再去追求她了 然后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 这是一个过程 她今天不喜欢你 说不定明天就喜欢了 然后你说这个 女的最难的是不是有同样的那种可能 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一个过程 有的时候因为人的这个思想 或者是他的认识 是在不断变化的 不断变化的 人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强 或者是变得越来越弱 都有可能 不管是变强还是变弱的 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思想都是在不断地改变的 不断地改变的 这就是一个过程 这就是一个过程 这里我简单地说明一下变证法 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实力或许可以用来说明变证法 变证法是由正题 反题和合题组成的 大家注意听这里 首先我们说实在是旧旧 这是正题 但是存在旧旧 就暗含着存在外孙 对不对 你说这个肯定了 因为旧旧就是 有旧的这个词 那就肯定有外生这个词 既然出绝对 绝对是什么意思呢 复杂万状的全体 黑格尔称之为绝对 就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个地方 而外任何东西都不真实存在 而我们当前又保证存在外生 所以我们不得不断言 绝对是外生 对不对 你说好像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这就是反题 但是这和绝对是旧旧的看法 有同样的缺陷 因为最开始我们已经说了旧旧是存在的 实在是旧旧 而绝对又是全体 那你说既然是全体 那旧旧又存在 那么我们不得不又说 这个绝对是旧旧和外申主和构成的全体 对不对 你说有道理 这是合体 但是这个合体仍然不圆满 因为一个人必须有姊妹做外申的母亲 她才能当舅舅 因此我们被迫扩大我们的宇宙 把姊妹连姊夫和妹夫都包括进去 据主张 照这种方式 仅凭逻辑力量就能不停地驱使我们 从有关绝对提出的任何位语 达到辩证法的最后结论 那叫做绝对理念 在整个过程中有一个基础假定 基础和事物若不是关于整体实在的 就不可能实际正确 这里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当你提出一个概念的时候 按照黑格尔的一个原理 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 都是相互联系的 他要去看 将事实作为全体的像样来看 也就是说找一个全体 而不是要改变了他的外表性格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当你提出了一个概念的时候 这个概念必然是和其他概念相互联系的 相互联系的 而另外一个概念又和其他的 其他的概念又再联系 所以只有全体 只有这种全体 才是真实的存在 而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真实存在 大家有明白这个意思了没有 其实很好理解的 我就这个事情再举一个例子 有这样一种说法 就是说一个人 不管你身处地球的哪一个位置 从你开始找到一个你认识的人 然后再从这个认识的人 再找一个他认识的人 这样反复地来回七次 就是形成一个念条 来回七次 你一定可以找到美国总统 这是这样一个说法 你说原来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 都是有联系的 复杂万壮的权利 黑格尔称之为绝对 大家记得这句话 好 我的QQ是13184359 如果有想要我探讨 学术方面问题的朋友 生活方面问题的朋友 旅游方面问题的朋友 请与我联系 谢谢各位 再见 今天就到此结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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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